Lio聊四季 天天多個星 大家好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印加人對上義大利人 今天一樣要來稍微快速的介紹一下文明的部分 那這次選擇的是印加人 印加人的話是南美這文明裡面 應該算是軍事能力變化系是比較強一點的 因為他有這個投石手 那在其他的阿茲特克、瑪雅 是不是有投石手這個單位的 投石手這個單位是專門康特步兵單位的 對抗騎士或攻兵是比較弱一些的 印加來說的話打法以前是蠻多變的 還有這個封建的塔推的一個實力 但現在已經被改掉了 變成堡時代才會有這個兵工廠的能力 會附加到這個村民身上 所以村民這個能力到後期 到這個帝王時代之後呢 攻擊力跟防御率是蠻高的 但是血量一樣是40滴血 所以如果你要玩暴民流的話 還是玩西班牙 西班牙的暴民的話可以血量高達80滴血 印加人的話主要算是強軍事的文明 但是他經濟上來說並沒有太好 那如果要打強軍事的話 盡可能找對方的地方去騷擾 讓對方一直去控兵或是拉村 這些行為讓對方的經濟變差一點 算是他一個比較主要的打法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義大利 義大利的話最大特色是 攻兵的部分有這個勒納爾弩手 勒納爾弩手的話可以counter起兵單位 一般來說起兵都是counter攻兵的 但是勒納爾弩手是counter起兵的 義大利人出武之外呢 還有這個傭兵可以打 護兵也很強 騎士部分也是有三級攻的 所以基本上義大利人來說算是全能的文明 那我會比較建議新手去練義大利的原因也是因為 在我們遊戲初期的時候 像1000分到1300分左右的時期 大部分人都是玩起兵的 那你玩義大利人的話 雖然你是玩弓兵國 但是這個弓兵卻可以counter起兵 所以對爬分來說是一件好事 除此之外呢義大利人本身是沒有什麼 任何經濟加成的 所以你在練習上面來說 你的一些標準化流程 會練得更加實一點 不會因為 你今天玩了一個維晶 或是瑪雅 或是阿茲 經濟超級好 結果你一玩其他文明 整個流程跟經濟的控制配置 全部亂了套 會有這個狀況出現 那義大利人就很適合拿來練習 跟波斯一樣 我個人認為可以先練波斯 再來練義大利人 應該算是波斯的強軍式版本 義大利人除了之外 工兵還有這個攻 還有這個防御上加成 防御上來說也是蠻多的 就是他有這個巨盾科技 工兵防御會比較多一點 所以工兵互射情況下也不會輸對手太多 所以我覺得義大利人 蠻適合新手來玩的原因 其實蠻多的啦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兩邊的一個選擇 那目前義大利人是選擇要圍家 開始圍 這邊圍家的部分 我稍微講解一下 通常就是你第一個出去蓋 防止補人口的人民 就不要再圍家了 就直接去拉一條牆出來 防守 那這樣讓你圍家的時候 這個流程會比較順暢一點 比較不會有那種 你不知道 哪時候該圍家的一個狀況 大概第十四 第十三寸的時候 就要該出去蓋房子 那這個村民就可以在外面 去做一個蓋房子的動作 好那我們這邊看到 印家這邊 果然打了一個強軍士開局 而且是這邊打三棒棒 但這裡有個細節 他打三棒棒還沒有點這個 裝甲 那我覺得他應該還是會點 應該在純肉 因為這邊 是打肉碼開局 如果看到對手 打肉碼開局的話 裝甲點下去 肯定是鑽爛的 那如果對方是工兵開局的話 那這個裝甲就可能 不需要點 那個差別大概是這樣子 那只要移上裝甲之後 這個裝甲步兵 好那這邊要趕快 義大利人要趕快趁對方 裝甲還沒有變身之前 趕快多消點血量 變裝甲之後會很難打 好這邊直接變裝甲步兵回答一波 義大利人這邊有點緊張 要繼續打嗎 這邊再存一些肉碼 那之前有觀眾投稿 問我說要怎麼打這件事情 我們要把他給一個很好的定論 原因是因為 因為新手時期 你要用肉碼去解裝甲步兵 是很困難的 你只用裝甲步兵去解 對方的一隻 刺猴加上三隻裝甲這件事情 你至少要五到六隻刺猴 才有可能解完 而且還要利用這個地形 如果不用利用地形的話 可能是打成五五開 好那這邊 對方打得很不錯 這邊直接上了高地圍來 然後但是這邊拖了山村的村民 你看這邊硬家其實蠻賺的 硬家雖然損失了所有的軍事單位 但是他這一山村 已經被拖出來很久了 一段距離 這個來回追逐的距離 就可以拖到蠻多的經濟 所以硬家這邊 我覺得打得還算不錯 而且待會要上城堡時代的話 可能還是硬家會有點領先的 因為硬家這邊 他前期投資的算是 大概是 638 大概是 186 雖然看起來蠻多的 但至少他有拖到這山村出來 然後他再走回去這段路程 就足以拖到對手的經濟 但是現在是 對手有這個 是侍猴的優勢 這邊只要按幾隻槍兵 出來防守就好了 那待會他這邊 只要瘋狂撒田 就沒問題 那為什麼我會建議新手去練阿拉伯雲 是因為阿拉伯的一個流程 你只要一練起來之後 你打任何地圖 都會比較順暢一點 例如打什麼黑森林啊 團隊島嶼啊 團隊島嶼跟 跟遊牧的話 配置就是另外一回事啦 但是就是一個基本 就好像你去 讀小學一樣 你 去上學一開始會教你 或是英文的 ABCD 這種感覺 如果真的想要練四義帝國的話 從練阿拉伯地圖 維加開始 是最基本的一個 訓練過程 好 那目前看起來 義大利人的一個進攻 已經 彈了一段 一段 告落了 看起來他是不會再繼續 再進攻了 工兵部分 應該也不會繼續 出太多 這邊 金塊也是蠻碗挖的 應該現在就是 小打小弄 他這邊目標 是要把這塊金給鎖住而已 好 印加這邊的話 趕快插一根 一根劍塔 那印加的劍塔的話 也有這個減免 他的建築的石料 有減免 大概15% 大概10% 印象中 就是小幅度的減免 所以他插劍塔 或者是插這個 T4 或城堡 都有一定的 不錯的減免效果 那我個人認為這個效果 其實沒有 太讓他經濟很好 而且他這根塔插的 不是很好 他這根塔 居然插在金塊的旁邊 這個是一個 不好的示範 你劍塔要插在這個地方 就是 空一格的地方 因為你村民的話 就不能在這個劍塔的位置 去挖金塊的位置 你的村民會這樣子 會繞來繞去 甚至跑到這個 後方這個地方來挖礦 會讓他的一個經濟 不太好 直接找一個果汁 做騷擾 這邊牧區看起來 其實對印加人都不太好 印加這邊 有點尷尬 沒有比較一個安全的地方 可以去做 伐木動作 好 那義大利人這邊點下城堡 十代了 非常快速 17 16分 有出兵的時候 就點一下 哇這個義大利人有料 怎麼那麼快就可以上啊 有出兵的情況下 還這麼快上 很不容易喔 這位 這位義大利人 義大利的玩家還蠻 蠻有料的 好 那義大利這邊 直接也點下城堡 十代 那目前如果要反打回去的話 最好的方式喔 就是出一大堆的槍兵喔 或者是鷹刺頭 直接反打回去就好 那老鷹去追對方的工兵 那 槍兵喔 盡量就是追騎兵啦 這很理所當然 那目前看起來的印加打法 不會走工兵路線 其實印加也是可以打槍怒的 那投石手也可以吃到拇指環的效果 頭的速度非常快速 那我記得最早的版本 投石手是沒辦法吃到拇指環的效果 那現在他有這個增強之後 印加的拇指環 讓這個投石手吃到之後 打對方 哥德啊 或是圍巾 那個傷害真的超花樣 瞬間秒光 所以我覺得印加人是完全 Counter步兵文明的 一個選擇 那印加人打這種 像義大利人有騎兵攻兵的情況下來說 就會稍微有一點弱一些 但是他有這個 織物盾喔 可以做升級 這個金罐只要點下之後 他的英勇士 防禦還會再上升一些些 再上升一個檔次 基本上就是會一個跑步的哥德偉隊 我記得遠防可以到遠防死 還遠防八吧 非常硬喔 應該是遠防死 沒記錯的話應該是遠防死 遠防死這就意味著 對方除了 馬攻 蒙古突擊 這種12攻擊怪的攻兵之外 可以打到兩滴 其他的攻兵都是一滴血 傷害而已 但是他也是很害怕 對方的一個步兵單位 跟這個騎兵單位 所以這個打老鷹的後期戰術 是需要思考對方出兵做搭配的 這邊兩邊都上到城堡實彈 這邊稍微小小的加速一下 兩邊上到城堡實彈 義大利人這邊是沒有開下提升 而是用騎兵 上二防 二防沒好 還有一秒 一秒好了升級好 現在二防情況下 不怕任何的劍塔傷害了 什麼事都是一滴血 那這邊要趕快按下槍兵 不能再按這個鷹刺猴了 鷹刺猴再去按下去 肯定是被壓在地上打 好這邊升級為英勇士了 英勇士稍微可以抵抗對方刺猴 但是對於騎士的傷害來說 還是有點太過高了 那這邊義大利人這邊 直接爆一波 騎士輸出 達到了一些村民 村民直接損失了 三村 林家這邊經濟其實稍微被騷擾到了 村民開始落後 36村對41村 好那我們這邊看到 這邊有一殺的 數字喔 那昨天 昨天在錄的時候 發現 我有點看不太懂是因為 我太久沒有看這個KD字了 因為我們 播那個國家盃喔 很少在看這個KD字喔 都在看這個資源量 所以有點 沒有第一時間反應過來 這個就是村民的KD喔 那目前看起來 村民宿來說 義大利人有點點隱先喔 那我覺得現在義大利人 這邊要趕快停 停單位喔 然後趕快去開出TC喔 去把這些經濟再擴張一點 比較好 但是他現在開TC有個問題喔 不知道開哪 如果要開的話 我覺得可以開這個位置 金礦處跟木頭之間的位置 那這邊他想再繼續強軍 是繼續打下去的話 誒是不是來不及了 可以耶 剛好擋住 這邊趕快再圍一個房子 極限蓋四級 這邊應該還會再低掉這個四級 蓋兩個四級沒有什麼太大意義 把四級低掉補房子喔 可能會更好一些 好那這邊硬加短處的僧侶喔 僧侶有著想能力就很不錯 直接可以招走一隻騎士 應該是沒問題 OK這邊招走非常漂亮 招走之後騎士馬上反殺對方的毛兵 OK那現在就是 殷家人的一個主場 那現在看到對方爆病的情況下 又開下TC 這時候義大利人會 顯得有點危險喔 然後你都已經 已知對方已經爆了這麼多的英勇士出來 那你自己騎士數量可能也是 不能輸對方 但是如果你出騎士的話 又會被對方的僧侶做counter 所以待會就要去思考 要不要去轉出步兵單位 或者是 攻兵單位 但攻兵單位不肯 因為對方要出這麼多英勇士的情況下 絕對輸了被counter的情況 所以應該還是暫時會用騎士去做抵抗的一個模式 那如果對方的僧侶真的太多的情況下 可能還要再按一些 刺合 去做一個 針對僧侶的動作 不然這樣子 全部都是騎士的情況下 很容易會打輸正面 好那這邊兩隻僧侶出發 開始給對手越來越多壓力 前面這邊著想一下 看一下能不能著到 這一波衝鋒 看來可以換到兩隻 森侶但是有可能會被招走 兩隻 果然被招到兩隻了 尷尬 這裡總共三隻騎士被招走 正面的英勇士直接擊退後方的單位 讓後面的英勇士又補了過來 直接擊退正面的騎士 這邊打得還不錯 而且被招響的騎士也是做一個輸出 好那這邊聖侶要再繼續按 這邊我覺得聖侶可以不用挺 那我覺得現在一家人這邊打的一個方式 算是阿茲特克的這種打法 就是軍營英勇士爆 用大量的英勇士去壓過對方的騎士數量 是一個比較單純的打法 而且還蠻習用的 這樣子你也就不用去按太多的槍兵 而且有足夠多的主動權 可以去對對手發起一些騷擾 或是一個進攻的打法 那我覺得英家人這邊轉得還不錯 並沒有轉出槍兵 直接硬擋 那英大利人這邊打的也不錯 繼續抱這個騎士 去繼續硬扛這些 森侶的壓力 或是英勢的壓力 但是如果這樣繼續打下去的話 我覺得對義大利人 其實不太有利 因為他本身肉量 這個需求量太大 騎士的部分 現在要開T4的情況下 很容易會斷騎士軍事單位 所以現在要思考是要怎麼去轉出更多的肉 然後去轉出步兵單位 或是騎兵單位 這是義大利人待會要去思考的問題 那英家人這邊就比較單純一點 只要穩固T4的肉量之後 基本上英勇士給了肉的壓力比較少 金礦的部分多挖一點就好 所以以這個看義大利人跟兩兵看起來的一個較量 義大利人這邊要顧及的東西是比較多一點的 義大利人是要顧肉跟黃金的 都是要多的 那英家人就只要黃金多就好了 所以為什麼我拿美這文明喔 也比較好打的原因就是這樣子 你要顧及的資源點 比較沒那麼的看重 好 那英家這邊總共有30級隻的英勇士喔 這個英勇士攻擊力有1喔 而且防禦也是有1的狀況下 那我覺得英家人對上騎士的狀況喔 可以先去優先把攻擊一點完 以這個數量壓制對手 會比較好一些 好那這邊二級伐木點一下 那英家這邊還沒有點二級伐木喔 那我覺得他這邊要這樣繼續打的話 可能要趕快去補這個二級攻喔 給到足夠的壓力會比較好一些 好正面直接硬打一下 有三隻 落單的英勇士 好回去 後方勝利座招牆給壓力 正面用村民用維修的方式喔 但是感覺快要被打出個破口了 哇正面壓力這個很大 這邊要怎麼扛住呢 現在還沒有城堡 義大利人沒有 去挖石頭 好上方 直接被打出一個漏洞來 義大利人這邊正面喔 再繼續 持續的做進攻 後面還有勝率可以繼續補血 這個戰術真的是給的壓力很大 如果是我的話我現在已經扛不住了 好結果硬家這邊是選擇了先上二防喔 這就算是一個正常的開阻 二防的好處是直接可以擋住TC的傷害 但TC其實就是五攻而已 他沒有點一擊射 這樣子的話其實跟一防沒什麼兩樣 因為他本身是五攻 四防的話也是被打一滴血 五防也是被打一滴血 我個人認為這個時間點去下二級攻其實還算不錯的 攻擊力夠龐大 數量夠多的情況下加一級攻 二級攻的話攻擊力會更高 手撕TC也不是太大問題 好你看這邊義大利人現在壓力非常大 周圍的田完全不敢去種田了 直接撤到後方了 因為這個正面太恐怖了 好硬家這邊直接要上來硬戳TC 但是沒有二攻的關係喔 戳起來並沒有那麼誇張的傷害 如果說的話我想賣木頭 然後點二攻 快點二攻 這現在點二攻已經很賺了 二攻點下 OK鑄鐵技術 補上 三隻刺頭在後方想去裝對方的僧侶 因為對方的僧侶數量有點多喔 五隻僧侶可以直接逆轉這個數量 好三隻刺頭直接到後方 砍個一波 這波正面交戰打得不錯 騎士直接一致開開 兩隊的血量掉得非常快速 目前硬家的數量左邊還是非常大 英勇士直接圍了上來 下方算騎士這樣比較多但是後方騎士突然被擊垮了 而且二攻這裡還沒有好 英家這個時間點不應該開戰的 這邊開戰結果感覺是會被對方打回去 英家人這邊的進攻來說算是宣告失敗了 哇這邊英家人這個 台銘點沒有打好 二攻沒有好就硬上了 是我的話我覺得會全面撤退喔 等到二攻好再來打 但是這個有點事後諸葛 對方硬上的時候 可能會被追著打有點困難 好那我覺得義大利這邊打得非常漂亮喔 這邊直接用大量騎士壓了回去 而且後方還用三隻刺口 去解決掉對方後面兩隻僧侶 這是相當細節的一件事情 好那正面再度展開打鬥 但是這邊可能義大利會打輸喔 因為他騎士數量其實後面還沒來得及補得過來 輸出上可能會有點少一些 但是好處是上面有兩隻騎士站上了高點 這只要站上高點之後 這個威懾力就會不同了 好果然正面有打贏了 哎呀這邊硬家直接落差了 這邊趕快補下這個抖力出來擋下比較好 這邊用這個英勇士擋可能會擋得有點痛苦 好這邊用TC的傷害稍微去補下傷害 但是騎士是有二防跟皮諾情況下 騎士夠扛這些傷害 那目前就是義大利的一個主動權了 這邊重裝成員兵按下升級轉出抖力出來 來 目前3TC開農 義大利這邊也是 兩邊都是3TC 那硬家這邊稍微有村民的優勢 但其實優勢 也不算非常大 因為正面上騎士還是一直淹過來 重裝常用兵升級還沒有升級好 好那升級好之後稍微就可以抵抗對方的騎士了 好這邊又打個一波 長兵戳爛 浮貽 甚ure 天啊 死 害 好那義大利人這邊轉出了步兵的升級 裝甲步兵 嘩這邊突然轉裝甲 我以為他會直接地 secret 我們時代直接打這個傭兵喔 還不用升級 好沒關係義大利人不打傭兵 打這個城堡裝甲步兵好像也是挺有料的 直接上這個裝甲喔 上重建兵喔 這個狠狠 好像就開始升了 這邊田可能要再多灑一點喔 他也知道這邊要轉步兵的話 如果要更多一些 家裡這邊提示喔可以再補一下 農田的部分 前方這邊開始挖金晃 正面騎士 這邊要稍微退一下 這邊長江兵數量其實有點多了 有十幾隻的長江兵數量 那正面目前喔 先B站比較好 人不打就不打 那騎士部分 稍微去抓一下對非常英勇士的一個 哎呀傷害好痛 直接戳死了一隻村民 這邊居然有挖金礦村民被看到喔 哇這剛好是在這個視野的死角裡喔 他們這個行徑路線剛好沒有看到這邊 好長江兵出來爆砍一波 那基本上喔 步兵單位是康克英勇士的 原英勇士的造價過了 要五十黃金 但長江兵只要餓死 那食物還 食物也會減免一些有這個攻擊的能力的關係 所以一隻長江兵的造價大概只有五十幾肉而已 好上面台扁 這邊 這邊還好有站上個高地喔 印加這邊上面高地有一點小小的優勢 但下方其實數量還是很多 應該還是可以打得贏 而且中間還夾帶了一些長劍兵喔 和對方的重裝長槍兵還是很有用的效果 雖然左邊的村民術被抓到 但還可以接受 只損失四村 正面的軍隊完全打贏 好 義大利這邊村民術稍微有點斷的有點誇張喔 因為他這邊是要硬擠出大量長劍兵去做正面抵抗的關係 所以經濟上並沒有太好 正面又反打個一波長劍兵直接銷毀 對方印加的所有的軍事單位了 哇 這邊集結點沒有設好 印加這邊直接蠟齒送光了所有的單位 那這邊如果要再反打回去的話 印加要趕快轉出自己的 長劍兵 正想說他要轉弓兵嗎 結果轉這個長劍兵也是可以 反正他工坊都已經升好了對不對 直接變成長槍兵擊戰力也是不錯的 好 中間蓋下來做城堡 但這個城堡肯定是來不及蓋好的 但如果這邊要直接上去硬砍的話 會直接開戰喔 長劍兵上去扁一下 那義大利人這邊直接打長劍兵的好處是 這樣子的話 他按支長劍兵等於是按支村米幹力 村米的肉量加上20黃金喔 就可以輸入上這個 劍兵的部分 其實還蠻不算的 這邊打起來結果 義大利人還是拿到了蠻多的優勢了 那TC射長劍兵還是有傷害喔 大概一發箭矢兩滴傷害喔 那硬家這邊如果真的要強勢抵抗的話 可以考慮等一下這個 一級射喔 那目前看起來是要先把這個劍兵的數量穩定起來比較好 但是這裡沒有轉頭死守有點可惜喔 但不轉頭死守也是因為喔 害怕對手會出轉騎士出來喔 那現在最好的方式喔 直接有極戰力的打法 確實是打這個長劍兵喔 不用任何的升級喔 因為他這邊剛剛已經點過了 只要點他的攻擊技術喔 基本上長劍兵就可以直接出了 好這邊撲兵再次上演混戰 右邊有點被騷擾的有點嚴重 大量的村民直接被收穿到TC下 按TC只能容納15個人 剩餘的村民只能在TC下方被站著 欸 哇這個長劍兵傷害極高啊 這邊瞬間砍了非常多的村民 這一村追不到 尷尬 好那義大利人目前小小的有點 騷擾成功對手了 但村民術還是落後25村 村民術落後的還是蠻嚴重的喔 這邊要趕快再繼續追對方村民 繼續騷擾 哇上方這一片田完全沒有空到 直接上去爆砍一波 很賺 好這一波長劍兵RUSH 確實做到非常多傷害喔 這邊村民還在做落跑動作 倒光 哇上方全部倒光了 然後村民術現在拉近大約只剩14村左右了 那義大利人經濟開始稍微變好一些 但其實這邊義大利人可以打得這麼好 原因是因為印加人這邊準備要上帝王時代 所以步兵上面可能會稍微落後一些些 那義大利人待會可能要城堡打帝王 那這一波長劍兵喔 最好是趕快多 拖一點時間喔 然後趕快去純肉 上帝王會比較好 這邊有城堡 頂住城堡的箭矢傷害直接開扁 其實有點傷喔 不應該在城堡下方這邊 跟別人追戰喔 應該這邊 步兵血量掉得非常快速 好 準備結光 只剩下騎兵可以逃脫 城堡傷害是過高 好 這邊準備 義大利要點殺帝王時代 硬架這邊點下Easy色 稍微增加一下箭矢傷害 還有這個城堡的射程 也有這個TC的射程 但是這邊硬架TC越開越多 完全沒有在 顧及什麼3TC4TC 我想開多少就開多少 這樣確實是比較好的 因為有些人都覺得3TC就直接打到底了 其實開到4TC5TC 後面補村民補經濟也是補得比較快速的 硬架這邊直接反打回去 村民全部鎖住了 OK長劍兵也鎖住右邊的部分 農田也可以回來灑了 目前硬架有這個時代上的優勢喔 看他帝王初期會怎麼打 那帝王初期的話 每一萬應該會繼續打這個劍兵部分 他劍兵還在繼續按 然後待會生這個雙手劍兵 然後再測一下這個 劍兵勇士 然後再去點一下這個植物盾 那也是不錯的選擇 然後再轉一些老鷹出來 要不要轉投石手 我覺得有點看他的打法風格 目前看起來是不會轉這個投石手出來 正面 又來第二步交戰 第三方還沒有好 板甲技術跟雙手劍兵升級還沒有好 這個時候 一打一人會趕快 想要開戰喔 因為他這邊 他要趁對方在升級好之前 先消耗對方的一些單位喔 因為對方這個時期 是跟他一模一樣的 他現在是打烏烏開喔 一定要上去跟對方換 所以他一定會追喔 好這邊上高地 反打OK漂亮 應該要高地反打 而且升級也好了 三防再加上雙手劍兵的傷害 直接爆砍對方常劍兵 時代優勢 直接 變成誤拍 欸 怪怪的 好像 義大利人 打的這波還打得不錯 換掉非常多的常劍兵喔 這個應該算鬆手劍兵了 然後大家還是很直觀喔 先點一下了三防 而不是三攻喔 但其實剛剛硬加點一下三攻的狀況的話 是會直接多一攻的傷害 的優勢喔 因為三防的話 雖然是加遠防2 但近防只有加1喔 但是攻擊力的話是加2攻 所以剛剛那個情況下 如果是點2攻 會其實更有賺頭一點 好 但是 我覺得大部分情況下 還是要去點這個板甲技術喔 因為要增加這個劍兵的生存能力喔 才是重點 好 死人是沒有輸出的 活人才有 那目前看起來硬加這邊打的方式 很正常 那劍兵勇士也真的升上去了 OK 駝車也上 也沒有要轉弓兵 也沒有要轉弓兵的部分 很認真再打一個正常路線 那義大利人這邊跟著打步兵 我不確定是不是件好事 他其實可以轉熱納爾弩手 過來做個凡事 但是可能義大利人有想到 如果他轉熱納爾弩手 城堡數量夠多 而且 對方還有可能會轉這個老鷹喔 他轉老鷹又沒什麼壓力 本身他就是 該打老鷹的文明 所以他現在這邊也沒有想要打傭兵 直接打這個劍兵勇士 那劍兵勇士的話 數值雖然是比傭兵好 攻擊力也比較好一些 但是這個傭兵勇 比較貴一點 而且他也沒有這個 傭兵的好處是跑得比較快 基本上稍微差了一點 但是造價貴了一些 右邊這邊 劍兵勇士三隻 直接 塗光右邊村民 沒有發現 哇尷尬 正面後方還有一些英勇士 在做一個追擊 哇這邊騷擾打得很不錯 好正面直接 打爆城堡之後 開始往前推 這邊巨頭有點跑過頭 好TC的射程範圍內了 這個是怎樣 直接無視TC 往裡面走 劍兵勇士直接上高地 想要做反打 這邊看到第四富幽 往後走了一下 讓對方跟自己在平地做互打動作 劍兵勇士這邊打得非常的漂亮 那目前看起來 劍兵勇士沒有太大的一個優勢在 兩邊都是正常的劍兵勇士 1414 13加4 數值完全一模一樣 都是TC 目前硬家有這個經濟上的優勢 說明書遙遙領先對手義大利人 哇這個劍兵我是三隻 就快要尻到這個TC了 就知道這個劍兵喔 打這個建築物 砍多快 很難得可以在田梯上面看這種步兵大戰 這邊有展開一波交戰 雙方都是持劍開砍 好這邊義大利直接GG了 防不勝防 這邊中間家裡已經被突破 TC也爆開了 劍兵也是持續在做騷擾 右邊TC村民也是被砍到生虎法治理 那櫻家這邊正面還有更多的劍兵勇士有50幾隻 這邊義大利人只剩20幾隻 數量上明顯上有劣勢 左邊的村民也是被脫光 正面看齊 這個義家這一波打法 還算是打得不錯 沒有堅持打英勇士 算是他一個正確的選擇 英勇士都去騷擾 正面都是用這個劍兵勇士來打 這個相當關鍵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狀況 經濟狀況 義家這邊經濟是領先的 但義大利人也算是不錯的經濟 但其實這兩個文明都是強軍式文明 兩個都沒有什麼經濟加成 所以經濟看起來都很像 但是這裡有個重點 這個 那個誰 那個義家人 這裡是沒有點二級伐木的 你看這邊二級農田 到了53分才點 打得非常尷尬 如果他正常實際 二級目是以上城堡時代就要點 但以上城堡時代的時候 他們有這個軍事上的壓力的關係 沒有辦法第一時間去點這個經濟科技 所以很容易導致這個經濟科技 到了後期才點的一個狀況 這算是 一直雙方在 瘋狂騷擾開戰的情況下 很容易忘記的一件事情 或是沒有這個餘力 可以去點這個經濟科技 當然我就會覺得有點稍微可惜 因為這個經濟優勢是會越來越擴越大的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要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那也別忘了要按這部影片的喜歡囉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各位掰掰